我把我决定 澳大利亚失业率 禁止了5.5% 预测值为95.5% 潜止是5.5% 禁止是弱预测值是一个好事情 第二则美联储利率决议 美联储利率决议维持当前的宽松 会比政策 将大流行后 首次加息时间运行到了2023年 由于是公共卫生的状况改善 美联储将超额准备金利率和逆回购协议利率 分别上调了5个基点 另外他们还上调了美国经济预期 由此美元涨近1% 创去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 下面我们看到两个重要股指 首先是S两败指数 是属于7369点 一周上的0.91% 纳斯达克中国指数收入14,030点 一周下跌0.38% 下面我们看到汇数部分 AOD对CNY最新价格为4.8409 下跌1.87% USD对CNY最新价格为6.4525 上了0.87% AOD对USD最新价格为0.7498 一周下跌2.76% 大众商品市场 金价最新价格为1769美元 上了0.31% 布伦克原油最新价格为74美元 上了0.59% 铁换老师最新价格为214美元 下跌0.59% 主观链商品市场 比特币最新价格为47,432澳元美枚 24小时下跌0.65% 今天下跌11.17% 目前的总市值大约在8895亿澳元左右 24小时成交量大约在490亿澳元左右 以太坊的最新价格为2995澳元美枚 24小时上升2.32% 今天下跌13.18% 目前总市值大约在3490亿澳元左右 24小时成交量大约在301澳元左右 USDT最新价格为1.34澳元美枚 24小时下跌0.67% 7天下跌3.1% 目前总市值大约在236亿澳元左右 只要量大约在766亿澳元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盘店新闻 也不合作得到 最新的盘店新闻的 最新的盘店新闻的 日常世界大约在社交流货工方面 最新的盘店新闻币 还说中选择 最新的盘店新闻啊 既有限定盘的 下面的新闻来源于AFR关于CBA CBA saves general insurance business to Hollad Group Commerce bank ha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to sell Commerce general insurance to Hollad Group 下面我们看到商场的部分 上周的整体的这个澳股的板块之间的涨跌 先股部分 涨幅最高的板块是 消费料品的服装板块 上了19.25% 其次为 技术和零物件 8.98% 再次 保险板块 4.17% 跌幅最高的是 分离带定的板块 30%左右 其次为 运输板块 涉及8.51% 第三位是 大脑体快脑体质备板块 涉及8.21% 飞险品部分 涨幅最高板块为 材料板块 上了17.12% 其次为 消费者服务板块 涉及3.62% 第三位是 消费内容品和服装板块 涉及2.60% 跌幅部分 第一位是 半导体和半导品质备板块 涉及7.38% 其次为 能源板块 涉及2.85% 第三位是 家庭各用品板块 涉及2.66% 现在我们看到 S200股票 升级整体的一个 涨跌幅和 全量排名 涨出前三位分别是 ZEK Z1P 升到18.49% 第二位是 APT 升到14.57% MSB 升到14.29% 跌幅部分 第一位 OCL 涉及10.75% 第二位 NST 涉及10.08% 第三位 WGX 涉及7.66% 然后 成交量排名 第一位 ANP 1.28亿 TLS 1.18亿 以及 WHC 1.09亿 先骨部分 涨出前三位 命运是 CAP 升到33.33% BML 30.14% PGM 30% 跌幅部分 第一位 ASO 涉及16.22% 第二位 IBX 再加倍 13.04% 第三位 CPH 再加倍 12.50% 纯粮量量排名 第一位 IMU 承承量量大约为 1.68亿 奥远 第二位 CPH 1.52亿 奥远 左右 第三位 AIS 1.04亿 奥远 左右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具体情况 一周 S200股票中场 第一位的 是Z1PC 属于 多元金融板块 一周上 98.49% 然后 金额大约在1.27亿奥远 左右 他们 一年日线 周线 月线 第二位 APT F2P 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 一周上 一周上 94.57% 然后 金额大约在2.88亿奥远 左右 一年的日线 周线 及月线 下一位 MSP 属于制药 生物 不是纳克水板块 一周上 14.29% 小金额大约在1873.93亿奥远 左右 是一家开发新型细胞药物的公司 建立了细胞产品组合 一年日线 周线 机器月线 跌份部分 第一位 OZL 属于材料板块 一周下跌10.75% 产品额大约在1.25亿奥远 左右 是 矿业公司 专注于铜矿 以及金和银 一年日线 整体是上去市 但在上周 有一个连续的调数下跌 配合非常高的成员量 周线 月线 DF第二位 MST 属于材料板块 一周下跌10.08% 传统金额大约在2.15亿奥远左右 是一家澳大利亚的黄金市场公司 一年的日线图 周线 及其月线 下一位 WGX 属于材料板块 一周下跌7.66% 传统金额大约在749.57万奥远左右 它们也是加黄金 是买上黄金开担公司 一年日线 周线 及其月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整体 涉及到黄金领域的开担公司 下跌都比较大 下一 下面我们看到 S200股票成员量板 DVNP 安保集团 一周上百分之 一周成员量板块 大约在1.28亿 2.96 属于材料板块 潮金额大约在4144.65万奥远左右 日线图 周线 及其月线 主要浪盘的第二倍 TLS 属于电信服务板块 一周传量变化大约在1.18亿奥远左右 一年日线 周线 及月线 下一倍 WHC 属于美元板块 One Heaven Co limited 一周的成员量 变化大约在1.0左右 实际上煤矿 看到公司 明明的日线走势 你看到家公司自五月底之后开始攀升 一周大幅拉升创新刀之后 上周的这下定 周线 及其月线 下面我们进入先锋部分 涨幅第一位 CAP 属于财务板块 一周传量33.33% 长期额大约在133.94亿左右 它是铁褒式生产商 一年日线走势图 周线 月线图 涨幅第二位 BML 属于财务板块 一周传量30.14% 长期额大约在126.7600亿左右 是一个宁兴项目公司 一年日线 其周线 其月线 下一位 PGX 属于质药 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一周传量30% 长期额大约在158.052亿左右 是一家临床分析种的公司 一年日线 你们可以看到上桌有大幅的拉伸 长期额高 周线 月线 先古属的跌幅排名 第一位 PDM 属于能源板块 一周下跌18.58% 长期额大约在 1326.37万澳年左右 是一家幼稚男公司 一年日线走出幅 周线 及其月线 跌幅排名第二位 PGXO 属于财药板块 一周下跌16.22% 长期额大约在 103.78万澳年左右 是骨矿看待上 日线图 周线 及其月线 跌幅很明下一位 IBX 下跌13.04% 属于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长期额大约在107.37万澳年左右 它是一家专注于 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医疗公司 一年日线走出幅 周线图 及其月线图 现在我们进入 先锁部分的 承担量排名 第一位 PDM 属于能源板块 刚刚的跌幅部分 调查公司 一年日线走出囅 本周下跌幅比较高 承担量 周线 及月线 排名第二位 IMU 属于质疗 生物和生理科学板块 承担量量变化 大约在1.08亿 实际上临床面 也一种公司 一年日线 周线 及其月线 承担量量排名下一位 CPH 属于质疗 生物和生理科学板块 也就承担量量变化 大约在1.52亿 是做一个 知道应用大麻的公司 一年日线 周线 及其月线 下一辈 LIS 属于质疗板块 一周传量量变化 大约在1.04亿 是一家勘探公司 一年日线 周线 及月线 下一辈 PRM 属于质疗板块 一周传量量变化 大约在6381万澳元左右 也是采广刊 公司 一年日线 周线图 及其月线 下一辈 RSG 属于质疗板块 一周传量量变化 大约在5228万澳元左右 是一家勘探开发 预营公司 主要是收集相控 一年日线 中间属于夏天趋势 周线 即月线 现在我们看到 本周周关注的 几个思想 周一 将会发布 5月份的澳大利亚 零售上出月率 周四会发布 美国实际GDP的年化纪律 这是我们本次 周会的支持下意语 谢谢您的支持 有关一看 好